各位觀眾早晨,歡迎繼續收看耀才財經台 繼續是我們開市錦囊的環節 都要呼籲一下,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都是耀才證券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先生在旁邊的 Rafi早晨 早晨 先來跟大家跟進市況的表現 升得多了,最新升124點,月升月有 最新升19709點 成交額方面有52億 刮企指數暫時升75點,報9598點 期指方面升172點,暫時低水40點 Rafi,不如先看看匯控方面的業績 匯豐控股昨日收市後公佈了中期業績 股價表現方面都可以升,暫時升5毫半 最新是65.8 匯控方面錄得除稅前的利潤有120億美元 是較2011年來講,上半年增加13億美元 增幅有11% 而普通股東英佔的利潤是82億美元 升幅有9% 另外,可以留意淨利息的收益方面 就為194億美元 是較2011年上半年減少接近9億美元 幅度有4% 另外,大家都很關注 就是他們集團表現關鍵指標 當中可以看到平均普通股東回報的權益回報率 真的不達標 你見到在2012年上半年只有10.5% 如果你看到2011年上半年是12.3% 很明顯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在這方面就是不達標 另外,債成本效益比率方面 亦都是不達標 見到在2012年上半年這個數字有57.5% 見到在2011年的上半年來說 債成本效益比率也是持平 沒有進步 另外,每股盈利方面就是4.5% 而核心第一級的比率有11.3% 反而做得好一點 先跟Rafi聊聊天 匯充方面說到一些比較關鍵的指標 有兩項都不太達標 你們有收不收貨呢? 這樣看,如果從指標來看 我覺得是一般的 這三大指標,ROE成本效益比率 以及資本穿足比率三大方向 去年5月份76日 匯充定了下年要達到一定的指標性 相關ROE12-25% 成本效益比率48-52% 核心資本穿足比率9.5-10.5% 這三個方向是去年定了的 但今次看看 無論ROE和成本效益比率來說 都是不達標的 甚至覺得 未來達標的可能性 我覺得都是比較低一點 因為這樣說回 因為這一刻你見到 相關是賣了很多東西出去 或者做了很多東西 但整體來說 成本都沒有中一步的回落 或者比率上去看 列漲的機率都已經是57.5% 和上次一樣 但以實際基準來說 其實更加到6.1% 比上次更加高 所以沒有太大幅度 或者有效地回落 雖然剛才講到的 資本穿足比率是達標 但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就不是有太大的驚喜 因為看回今年第一季好 去年下半年好 其實匯控一早達標 這件事對於匯控來說 就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所以是否達標這件事 這次就反而這一點 不是太著眼 所以反而畫後看 就是看看未來的兩件事 ROE和成本效益比率 未來還可否達標 但剛才這樣說回 我覺得達標可能性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只從這三大指標上看 其實自己對今次的匯控業資看法 就比一般一點 另外也和你研究一下 債案地區分佈稅前利潤 特別是香港和亞太區方面 做得比較良麗 佔比來說 接近三成 和分別是三成四 當中值得留意就是北美洲方面的情況 佔了接近兩成六左右 如果你看回過去年度的業績 其實零零射射都是標上來的 最主要看到 就是美國方面 出現了一些信用卡的業務等等 令到數字就谷大了 如果不是單靠買來講 你可以看到 在香港和亞太區方面 其實佔比都非常之重 其實是否一個健康的情況 這點說得很適合 至少從地區分佈上看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可以說問題存在 或者比較憂慮少少 你看到今次 最主要地區分佈 事實情侶看回的時候 三大地區是最主要的 香港、亞太地區和北美洲三大 香港佔了兩成九左右 亞太區三成四左右 北美大約兩成六 變相這三個地區合起來 其實都在挨近 差不多八成幾、九成 正正來說 貢獻了整份業績的一個最大地方 剛才提到一點 北美洲方面 今次兩成六 但其實看回去年同期 或者下半年計 其實相關佔比 只有個位數百分比 大約五至六百分比 所以有什麼因素 令到今次拘大了這麼多的佔比 完全是相關出售業務的因素 因為看得到 同期裡面計 即今年半年計 匯控相關出售一些 北美方面的上級業務 令到相關有一次承受 從而令到相關地區 對國際營利的佔比 是拘大了 所以正常來說 如果你撇除這個優勢性設備來計 其實北美方面業務佔比 可能都大約是個比數百分比 所以其實問題在於這一點 假設北美也是個比數百分比 而拉丁美洲、中東、北非 也是個比數百分比 甚至歐洲這刻虧損的時候 很明顯會在這一刻 是靠香港和亞太地區 做回最大的一個 即是盈利的貢獻 如果以兩者合起來 六成幾、七成 三分二的佔比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有少許風險存在 因為這一刻大家沒錯 北美、歐洲其他地區 做得不太好 主要依靠香港和亞太區 但假設下一步這樣看 如果連這個歐債 或者其他優惠性 是叫做鋪及香港和亞太地區的時候 從而令到相關地區的業務 亦做得不理想的時候 可想而知 匯恐最終業者來看 其實是有少許風險存在的 所以這一點 我反而覺得 泰國執重於單一地區 或者泰國執重於集中某些地區的時候 未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另外說一下匯恐 不斷都說的是協助洗黑錢 這個醜聞 大家都關注 債撥秘方面究竟有多少 都看到 銀行方面 即是匯恐方面 亦都作出7億美元的撥秘 就是在協助洗黑錢方面的問題 至於英國違規銷售證券方面 就有13億美元的撥秘 其實大家都比較關心一點 雖然他認了衰 走出來就已經說有一個撥秘等等 但這個數其實又夠不夠呢 如果今次撥秘裡面 分了大約兩筆 一筆就是美國黑錢的那邊 另一邊就是英國的 培優相關不法銷售保險方面的賠償 PPI方面 分了兩邊 英國那邊 去年的第四季和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相關折扣於撥秘 所以今次還有一步 加大撥秘來說 大家不是太意外 或者他 不是看得太重 回來看他這樣說 看看相關美國黑錢方面的撥秘因素 因為這一點或這件事件 是發生得比較接近 特別是在葉子之前這段時間 大家本身聚焦今次業績裏面 一來撥備會有多少在這點裏面 二來每相關管理層的言論裏面 會不會是講這件事或者解話 今次幾度有做解話的 或者撥備也有做的 但如果你問到這個撥備 七億美金夠不夠的時候 我自己依然有個保留或者有點憂慮 其實下一次業績或者下一個季度 或者下半年計 我相信相關撥備要加大一點 我覺得未必夠數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一刻在未做撥備之前 或未知實質數字之前 很多大行只要美國黑錢事件 都覺得預測回控最少有機會賠償10億美金 所以只要憑這七億來講 已經第一點不夠 而且以來供服同業 ING方面 之前亦有個11000風波 相關的罰款都去到6.19億美金 其實你說那個6.19億美金 相對回控比較少 但也要供服相關黑錢的因素 壓度有多大 但看看ING方面的案件來看 其實相關省錢的涉獲金額 其實是軟價匯控今次為之少 所以軟價為之少 即是少幾倍的時候 都已經罰6億多的時候 變成現在開始看匯控最終會罰10億那麼少 其實大家都有少許保留 甚至國際局數 有機會大於10億美金 所以變成今次撥7億的時候 會不會是有少許多樂觀 或是國分是少一些呢 如果往後看 如果加大雙方撥幣的時候 整體來說 相關盈利方面的表現 我自己也覺得是有進入一步 有少許的憂慮在這裏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剛才說了三方面 我只要對換業績總結一句 其實契債的數是比較好似 很良麗 但今次只得了一憑一次性收益 但實際細數或詳細的看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優略 雖然我自己覺得對匯控的看法來說 未必會看得太理想 明白了 非常詳盡 Ralphie 謝謝你 先替你做申報 匯控本身你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 謝謝Ralphie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會有郭Sir和大家聊天 可以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先休息一會